Hardy 各位親愛的小老弟 老鐵們再來聊 這一集我們來看時代的眼淚 那因為我最近也是都一直在整理家裡 我是說斷食的時候沒事就一直整理 那我找到了以前歷年來玩手機殼 有留下一些經典 那這些高階的手機殼像我之前講的 其實我玩殼從iPhone4就開始玩 而且我是玩片國內外各大廠牌 所以都非常瞭解 所以就有一些殼因為開始會拍這些影片 大概是從iPhone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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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之前以前的虎子根本不會有開箱 那找到這個就是跟你們講究竟 什麼是真正叫做高階的殼 那你們現在一般看到的殼 高階的殼在以前的這種Element K10的面前 就是不堪一己 什么叫做真正高规的壳 那我也会介绍说 以前玩的很多的壳 现在有找到一些 当然我过程中我在找 我发现还是有很多 都很国外的知名的品牌 都不见了 就是在这一个过程中 有的壳就这样子就衰灭 就不见了 公司就倒了 或者没有了 等一下都会跟你们讲 那今天来跟你们讲说 先从Element Case来讲好了 这个叫做高规的壳 就像我之前讲的 这个Black Arc 就是还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Roni的 这个是Bamboo 就是主的 这个一个都 我记得好像是 七八千到一万吧 我忘记哪一个是一万块 还是多少 后面出的型号 基本上 你们现在看到 它大概出到iPhone 11 这个就已经渐渐没有了 iPhone 12可能 要再做这种铝合金的 还要再等一阵子 iPhone 11附近的 大概就是价格就是落在 大概七千五到八千五 那以前的都有到一万的 那我记得我都有买 只是说我现在真的有的 我都不见了 我也找不到 然后这个要透过很特殊 或者去找才买得到 那所以就是 其实就是说 为什么自己觉得自己的 手机壳接触的经验 会和什么很丰富的原因是 因为真的是玩过太多的壳 那我们再来跟iPhone 现在这个一个一千块的壳来比 你就会发现 以前的壳 真的是 这个才叫真正的高阶的壳 那我来讲说 我说我之前推荐那个网站 我最早接触就是Element Case 而且这种这么高规的 一个要七八千一万块的壳 我忘记这个是不是一万了 忘记了 不然就也是八九千块吧 后来有买一万块的 有一万块的 他那个也是类似这种 好 那个我们再讲 他那个一万块 那个可好像叫武士的 叫什么 什么Taketa 还什么Taketa 还什么的 我忘记了 那这一个是组的系列 那我们先从这个手枪的来讲好了 手枪他是经典 这个叫黑色行动 他做出来就很像手枪 他当时出来就是在 他在讲说 那个这个很手机装下去 是很像手枪 那这个是我找到 这一个是一个款式 是iPhone 5的 Sector 5 这iPhone 5的 所以这是5的 所以就是 他的不管盒子什么都很精美 然后他这个手枪 当初iPhone出来 虽然是金属的 可是一般你市面上的壳 很少人去做金属 而且他的金属是非常的轻的 他这个他是完全真的 这种铝合金的这种 很好的这种金属 然后他的侧面这种黄色 这个交接处啊 他是做一个很像那个 侏罗纪公园那种琥珀色 这种琥珀的这种黄色 很漂亮啊 就是很漂亮的这个黄 所以这个你一般没有 那你仿间看到的那些都是仿的 这个正版的一个就是 七八千八九千 我们去看一下多重 当初这个壳就是 如果你的iPhone 5啊 你的iPhone 5装这个壳下去 整个就是手感很好以外 就像一个铝合金一样 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前的壳一个多多少 14克 14.8克 14.8克 所以就是很轻 然后他就是 很不错 所以他大概就是14 14点多克 然后你握在手上 因为他全部都是这种铝合金的 所以他握起来很舒服 然后那时候他的主打 就是Element Case是 很特别的 他除了特殊的开孔以外 一般的金属 你们会挡讯号 Element Case 他是一个唯一金属壳 他不会挡讯号的 很多壳后来做都会挡讯号 只有这个品牌 因为他克服了 不知道他的技术 他也许是旁边这个塑胶片是 刚好在信 就是在他的那个天线 可是这也不知道他的技术 总而言之就是你买他的壳 你就不会怕会挡到讯号 然后他当时出来的时候 背板的话是要用贴的 他是贴纸 他的背板是一个很硬的 很像那个手枪的材质 他们讲说是G10还是什么的 手枪材质 然后他的经典就是你都是要锁螺丝 他这个全部都是螺丝 所以你都要用锁的 然后他的 给你们看一下他的配件 我现在都还保留很好 我找到我下一条都快要哭出来 然后他会附一些就是 他的一些螺丝啊 跟一些东西 而且他旁边呢 他做了多贴心 他旁边还有怕你会 机子还会怕会磨伤 他都有附上 像你们现在说的就是像 就是机身的这种保护条 用贴的 然后我这边还有之前的保护贴 还有之前的保护贴我都留着 他都有这些按键啊 跟保护条 他怕你会去用到 所以就很久没有那个 就来开箱一个高规的 然后他原厂有送一片 这种雾面的保护贴 但是我都还没用 所以都还在这里 然后就是他有附 他就很多啦 就是有教学怎么做啊 怎么贴 然后他有黑色或银色的 这个边可以让你选择 这些贴的胶条 然后他有附螺丝 然后所以这个一个大概都 七八千八九千 然后之后那个 木头或者是五四道的都一万多块 他这个都是国外 就是你要买到种壳很难找到啦 你一般人你在路上 就是可能你全台湾没有几个人会买种壳啊 因为这个第一个很贵以外就是他真的是 这个叫做高阶壳啊 这个叫做高阶壳啊 你一个壳就是快一万块 这个真的算很高阶 然后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背板啊 然后他有附胜一个这个 他有一个是基皮的 这个是 这个是基皮的 就是你在贴的话 因为iPhone5已经不见了 已经卖掉了 这个是基皮的 就是这样贴 基皮的 然后他可以看一下 然后他还可以贴这个 就是我说的这个G10的这个材质 他这个材质就是 就是很特别啊 他这个很硬啊 G10的材质 然后他有附一个这个贴的 可以让你贴 我觉得这真的很不错 然后你这个 你看他G10的材质 就是贴上去就是一个 就是像一个手枪一样 然后这个手感很好 他这个很硬 不过当时的技术还没有就是 内砍住 他是用贴的 所以就是 就是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时代的眼泪啊 就是 这个叫做高龟壳啊 所以你们现在所谓的高龟壳 在以前的这种高龟壳 就是不堪一己啊 因为 就是以前的高龟 高龟壳 它的高龟不是说是什么 防摔防什么 它的高龟是 它的工艺技术 跟它变成一个精品 就是等于它好像一个是 高档货的那种 高档货的概念啊 所以就是 刚好找到也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 有时候频道内有一些小老弟 他就说他玩很多壳 可是 就是 也许他 我会敢这样来跟你们都一直在谈论壳的这些东西的话 是因为我真的玩得 很多啊 所以就是 基本上你们讲什么 我应该都会知道 然后 它就是都会附一个这个 螺丝 螺丝的这个来拆装的 所以它 它是一定要锁螺丝的 所以就是 真的我找到这个壳就 就很感动啊 就快要哭出来了 我想不到我在抽屉里还找到 这个Element Case的 然后Element Case 这种边框的壳啊 基本上现在就找不到了 它现在就不出了 我就是很希望它出这种 其实它这种 它这种金属的质感啊 你现在一般外面市面上的我跟你讲啊 我摸到现在 我没有一个满意的 我只有给Element Case的满分啊 它的这个金属 它摸起来还有它的烤漆 是现在我敢跟你讲 市面上没有一个壳 我可以跟它说 可以超越它的 哦 没有一个 你看它还有这种 还有它有这种 壳什么 总而言之 这个跟你外面买那个 仿帽的跟什么的 是天差地缘 难怪这个壳就快要一万块 所以这个就是 顶级工艺技术啊 然后它还有挖孔 让你摸起来就是 像金属啊 所以我都一直期待说 iPhone有出一个 一个壳 可以就是像Element Case 这种金属的 可是一直 12、13就没有出来 你看以前的size 为什么要叫你们收藏mini 以前的size 就跟你iPhone 5跟mini 差不多大小啊 装壳下去差不多啊 只是以前它们的萤幕 比较小 所以这种小手机 是一定要收藏 那但是就是说 顺便看这个 十代的眼泪 顶级的壳 然后它有一个这个 它的这种 很像军式的这种 可以用在口袋 像去打仗一样 军式的这个造型 所以有时候 跟你们讲的东西 其实看我频道 我不会跟你们乱讲 就是我真的玩很多壳 所以我跟你们讲的建议 或什么就是 都是自己的亲身体验 然后我跟你说这种壳啊 就是经过了多少的摔变 这很多壳都做铝合金的啊 比如说像很多壳 像那个什么 有一个品牌叫K11啊 K11后来是做铝合金也 卖得很好 后来倒了 最好的还是它的啊 然后后来它们做的那种铝合金的边框 它们都有掺杂塑胶 所以那种都看起来就是 质感都很差 包含现在市面上 我觉得没有一个壳 没有一个可以跟Element Case比啊 那种铝合金的 你铝合金都掺杂塑胶的 就是 就不是啊 就不是这种金属壳 就不是 就不是铝合金的壳 它整个都是 它只有旁边做这个很像果冻的这种 塑胶这种硬塑胶的材料 它不是那种 我们一般用一些软塑胶砍在里面 所以这种才是 我觉得很高贵啊 那我再来看它 再来看它另外一个系列 这个是木头的 这个当初也是很贵 这个也是很稀少 它还有做很多种类型啊 它还有做什么生肖的 什么蛇的啊 我忘记了 好像有蛇、龙 还什么生肖的 那一个也是 都很贵啊 都 都八九千一万吧 然后这个是 罗林的 这个是竹的 我很喜欢这个 因为我后来很喜欢这种竹子的手感 这个就顶级的啦 这真的没话讲 然后这个都是 美国进口 这个你一般买都找不到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一样啦 它的这个就是都是用 它都是这种铝合金 然后它都是一定要锁螺丝的 所以这个都要锁螺丝 然后这种质感 你看这个已经不知道几年了 已经有一点稍微脏脏的 但是这个擦一擦 就又会干净 看一下 然后你看一下这种木头 它这个木头还保持很好 它里面有一些防状的胶条 然后它这个木头摸起来很舒服 我们看一下这个多轻啊 这个之前装下去就是 你都感觉没有 不会太重 这应该也十几颗吧 9颗而已 这个更轻 所以这个摸上去 手感会更舒服 更轻 那至于说这个有没有防摔 这种壳 我告诉你 根本不可能让它摔倒 你这种壳根本就很像宝贝一样 放在手中 然后它有按钮 这种都铝合金的 然后特殊的开关 然后它要装一样 你要锁螺丝 要打开 要去把螺丝锁上 然后锁上了以后就是 它这个真的是那种 竹子的质感 不像你现在外面买的一些 它说什么 那都掺杂的 有什么木头 这个真的竹子很凉啊 就是我当初在买 这个手感超级好 而且它设计的 这个形状是这样 它又跟那个金属的 又不一样 Blake OX这个金属的 它也是很漂亮 然后两个手感 是截然不同 但是它Element Case 做的都是会这样 旁边会这样凸起来 金属摸起来 是那种金属的 那种冷冷的感觉 那这种竹子的话 是有一种 凉凉的 很像那种草席的感觉 然后搭配这种金属质感 噢 这个真的是 这就很顶的啊 这种 就是 这什么叫高阶壳 就让你们看一下 也许有一些人有买 我不晓得 你们有没有买 我同一个系列就买两个了 就这样就大概花快两万块了吧 一万五 两万块 迈克 然后它一样 它里面就是 除了它原厂的配件以外 就是 它一样以前就是都很有质感 就是都有这个螺丝嘛 然后 它都有一块 它会附两个这个 两个贴纸 然后一个这个被贴的话 这一种材质是这种 皮革的 白色的皮革 所以如果你白色的皮革 白色的皮革装下去 大概比一下啦 就是这种白色的皮革 摸起来会很顺 然后 贴起来一下 然后它附一个这个塑胶贴 你用完你看人家它有设计一个 可以让你贴的 就都很细心 然后有一个是灰色的 先把它拿起来 一个是灰色 这个是基皮的 基皮的样式 所以就是这样子贴这样子 这个是基皮的摸起来 是毛茸茸的 毛茸的 然后它就是有附一个这个贴纸 如果你不想要贴 你要用裸机也可以 就是不要贴被贴的 就是你可以按照它这个 这个位置把它贴上去 所以这个叫做 顶级的 我忘记这个是不是 我忘记价钱了 是不是 八九千一万 忘记了 然后之后的型 我也有买 之后的那个好像也都是 也都是快一万 你看它也有出到一万的 五四道的一万块 然后它里面就是 一样有一些贴纸 它一样它都是有做这个 让你贴在侧边 你的iPhone5的侧边 就是防撞的 啊我以前都没有在贴啊 所以就是给你们看一下说 然后它附的是透明的保护贴 然后那个 手枪的那一个 BLADE OX的是 附霧面的 所以就是 这个就高级手机壳 所以今天就是 刚好啦 就是有找到一些 高级的壳 那它没有那个 它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那个皮套 所以它就只有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竹系列的 竹子系列的 然后它还有很多系列 你看这个也是原厂的 所以 是 我说一定要在这种好的公司 它才会进这种 特殊的壳 好 那我也期盼它 如果之后有再出更 这种铝合金的 它iPhone 10 iPhone 11 还应该还买得到 那个铝合金的 那个一个好像要7000多块 8000 那个是 后来的设计 已经直接把背板 已经砍上去了 那以前的话 都是用贴的 所以你看以前的 这种技术 就是 一样它不会挡讯号 所以就是Element case 之所以是 以前 高规壳的王者 就是不会过啦 你没有人可以跟它比啊 你现在拿的壳 我都根本都觉得 还有现在很多人都学它用铝合金的 你如果看过它们的壳 你就是觉得 市售的铝合金的就是 第一个可能挡讯号 第二个设计跟手感 重量 涂层 没有办法比啊 因为这个是高阶的 人家这种高阶 这一个要 你市售的一个1000 2000的 要跟人家这个一万的 七八千一万的比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会接触这种高阶壳 就是 从Element case 所以我上次推荐那个公司 那个网站 它如果是都引进 这些高阶壳的 我认为就是 大家要珍惜 就是有这种公司 它会引进这种 好壳 那也期盼它之后 再出更高规壳的壳 应该还是会有啦 它应该还是会有这种 这个系列的一定会有 因为11跟iPhone X都有 那个我有买啊 那个一个大概要 7500吧 7500 然后好的要8400 那是整个包住的 那那个我之前有开过啦 不过那个大概 两三年前才开过箱 还有有的都是都不见的 那如果之后有找到 应该都丢掉了 或卖掉了 有找到再开箱给你们 就是跟你们讲说 然后这种高阶壳是怎样 然后这种发明 铝合金高阶壳的 很多公司都走了 都倒了 都不见了 因为后来大家都是走向塑胶的 然后这种铝合金的高阶壳 我记得还有一个牌子 叫K11的 也是卖得很好 后来也不了了之 好像iPhone X以后 就都倒了 就没了 所以真的可以做到这种 就是Element Case 那为什么它可以做成这样子 因为它真的品质很好 好OK 那我们这一个是先看到这边 然后我再来谈说 这个 然后找到一个这个 iPhone 6的 iPhone 6 Plus的 这个是 这个是你们很多小小弟 一直叫我开 我不开的 这个叫做 什么Support Air Support 就是Air Jacket Air Jacket 这个 那这个Air Jacket 我不是只有买6 6 Plus而已啦 我7 8什么 一直买都有啦 买到10都有买 都坏掉啊 那都丢掉了 都破掉 它有的涂层都会变质 都裂掉 所以 我的真的 这个经验都有啊 那也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 而是说 可能它的设计 是刚好就不OK了 然后它这个壳做得很費工 不过你看我那壳都破掉不见了 我 我 我没有那个壳啊 那个壳不见了 这个不是壳 这个是它的包装而已 那我只 我只好 如果那个壳破掉 我就丢掉了 那我只好就是跟你们解释说 它的问题在哪边 第一个就是 它的这个按键啊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见 它的按键就是都是镂空的 所以在按的话 会比较不舒服 然后它的设计就是 它的拆装也不会很好拆装啊 都不好拆装啊 所以你看它都要教你怎么拆装 然后你看它的底部 以前的音源 这个接耳机的都会挖洞 它如果不这样做 它就会破掉 可是它在做以前的话 它是 这个电源 就是这个充电口这边 它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到后期这边 保的地方都断掉 这边都会破掉啦 这个是绝对都破掉断掉 因为我的都破掉断掉 然后它即使它的侧面 这边没有看得很清楚 它这边有挖比较大 有点像那个PELICON的旁边 会挖四个凹槽 这样子 方便拆拔 可是还是很难装啊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涂层 很容易刮伤以外 就是后来涂层会变直 好吧 那就是跟你们讲说 这些我都有经验 那所以 当然这个也不是说它不好 就是 可能它不是我符合要的 像原厂的硬盒 所以如果你要那种透明的晶透 我还是觉得这个 时代的眼镜 这个CaseMade 这个是真的不错 而且这个那么硬 所以这个就可以了 不要自找麻烦 而且它还有按钮 所以就是跟你们讲说 这个AirJeky的 我开 这个是6 你看我从6就开始有了 iPhone 7 iPhone 8 iPhone XS iPhone 11 都有啊 所以我跟你讲的绝对不会错 你听我的绝对不会错 然后我们继续谈一个这个 防水壳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Catalyst 这个是 以前防水壳最有名的是 那个 LiveProof 我从iPhone iPhone 5 iPhone 6 iPhone 5 开始买这个防水壳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完全防水 这个Catalyst是完全没有办法跟那个LiveProof比啊 但是它是 这个是第几代的 我看一下 这个是 iPhone 5 iPhone 5 就开始了 你看我从iPhone 5 就开始买防水壳 一直买 一直买到11啊 一样啊 12 13我就不买了 因为他们都IP68了 他们这个防水壳就是 都是IP68啊 所以我跟你们说 现在根本不用买防水壳 因为以前防水壳就是IP68嘛 只是它多30分钟而已啦 你如果今天买一个壳 再多30分钟而已 所以我12、13我就不开防水壳给你们看了 我历年来每一支都有买防水壳 所以我也玩得不像话 LiveProof有买 然后 Catalyst也有买 那Catalyst它是 Catalyst它是什么 它的特别是在哪里 这是怎么开不开了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Catalyst它是 它是差别在于它的设计 比较漂亮 哇 我开不起来 等我一下哈 我已经忘记这一个盒子要怎么开 以前就是LiveProof的话 就是 是最有名的 那LiveProof的话 我都不见了啦 都卖光了 然后LiveProof的型会比较保守 但是它有出一款就是 没有那个 没有保护的 等我一下 我这个试一下 应该从这边卡 Catalyst它以前你看 它出的型 竟然是这样 它从这样开始 它后来做的就不是这样了 因为它这个就是问题很大 这个壳问题很大 所以就是 就是被我冰封 你看还那么新 这个那么新 这个壳被我打枪 这个壳 很不行 可是你看 Catalyst它的厉害就是 它后来为什么崛起的原因 是它的外形跟设计很漂亮 所以它就是会 后来就是渐渐的越卖越好 甚至卖的 可能有的还比那个LiveProof好 然后它的这个就是 一样啦 这个都是两件式的把它盖住 把它拿开 然后它这边会有附一个这个耳机的 可以让你在这边 这个耳机孔可以锁 可是以前的话它就是 就会比较麻烦 你可以接 可以在水中听音乐 就是这样插着 就是从这个孔这边 它可以这样锁住 所以这个是以前的 Catalyst 你们有没有看过最久以前的 Catalyst的防碎客是这样 它现在都不是了啦 它现在都是旁边是黑色的胶条 它现在做的都是黑色胶条 现在的比以前的更美观 但是以前这个也很酷 然后它这个的问题是在哪里 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这个 它前面有一个膜 所以我看这个能不能拆起来 然后Catalyst 它的特别就是它旁边这个静音键 它是用转的 所以你看它这个品牌的设计 静音键都是用旋转的 然后它这个按钮跟什么 它其实这个是蛮酷的 可是这个后来被我打枪的原因就是 等我一下 我看能不能把它拆起来 最后还是lightproof会贏 这个我不大会拆了 拆不太巧 等我一下 我们把它拆 我等一下把它拆破掉 那我拆起来了 就这样子 以前的都是这样子 两片很像那个 保鲜盒这样盖住 然后Catalyst的是它多了这个卡榫 可以把它锁住 然后它们这种一定 我会说你贴保物贴的都不能装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膜 它前面有一个膜 所以你贴保物贴就会不密合 它这个膜做得很密 所以就是你不能贴任何东西 所以以前就跟你们说 不要贴保物贴的原因是 如果你有特殊的防水壳 你就装不进去 然后它有这个膜 但是就还很不错 就是型跟什么都很OK 然后它这个 为什么被有打枪的原因是 其实防水壳最大的问题是 在后面这个照相的地方 它的照相这一块是塑胶的 所以你看如果有刮伤或一些什么 你拍照就不行 所以像那个lightproof的 它好像是做玻璃的 你这个一定要做玻璃的 拍出来才会好 所以我跟你们说 不要去乱贴在镜头上面的东西 就是你只要是塑胶 或贴一些有的没的 或者甚至你即便你是贴玻璃 你都会影响成像 所以就是 防水壳之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水中拍照的时候 它拍起来会不清楚 然后那个什么lightproof 好像是用玻璃的 我已经有点忘记了 但是我lightproof 每一个也都是有买 lightproof的拍出来就是比它好 所以这个Catalyst的就不行 但是后来之后的Catalyst 就是都改进 后来的Catalyst的防水壳 我一样买到 买到11 买到11 就是都有买 所以就是 防水壳也玩很多了 所以就是 跟你们谈一谈 就说 现在可以不需要防水壳了 所以就是经验真的很多 所以你们如果真的要问我壳的问题 或什么 有时候我跟你们讲的事情 就是 都是很 就是很 讲的是很清楚的 原因是因为我全部都有经验 所以就是 基本上全部都有 除非你是用一些比较杂牌或烂的品牌 不然好的牌子我几乎还用过 我甚至还有用过 现在你应该买不到的 有一个品牌 叫什么 Lulatic 还是什么的 它是很多层用 鎖上去的 然后它很厚 很像一台战车 可是现在很多 它现在已经 买不到了 然后很多 现在网路上很多 买的都是 反冒它的 它是更酷的 可是那个我不见了 历年来很多的品牌 就这样就是都不见了 然后也没有厂商去引进 不然如果有更好的产品 那一种类型的 我就会再跟你们讲它的历史 所以防水壳就是 也找到一个这个 然后你们就去看说 如果你现在要买 买过这个Catholis的防水壳 你就可以去想说 原来iPhone5 它以前的元老 它是做这样子的 现在的不是做这样 现在都做那种 整个边都塑胶的 黑色塑胶边 它顶多是背板跟前面 是这样子有薄膜 然后Lightproof厉害的地方 是它有出一款叫做NUUD 就是它是没有薄膜的 不过那个壳我也不见了 所以那一个壳是当初最新的设计 就是它提倡说 我不用膜 我再摸 会很好 如果有买过的人 才听得懂 不然你听不懂 你在这边的人 你们小老弟哥们也不知道 有的人根本不懂这个防水壳 所以现在 但是那一个壳 后来好像也卖得不好 后来就全部都是 现在都有薄膜的 它叫做Free的 它现在Lightproof 是卖一个 那个要怎么念 FRE的那一个系列 所以就是 这个眼镜就是都有 然后我Lightproof 买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都会去买 它连脚踏车 或什么的 这些转接座 像我这些都有 都有买 这个是Lightproof的 所以就是我历年来 不过 因为我常在运动 就是什么 它的脚踏车做 什么做 都有买 不过我不知道这个 还在不在 要不就不见了 它这个一个都是要1300 1500 那它这个就是 它这个是 它这个是脚踏车的座 因为那时候 骑摩托车 或骑脚踏车 就是你可以这样子夹住 可以这样夹住手机 夹住手机 然后锁住 然后手机就这样扣上去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iPhone iPhone这个12 mini插不插得进去 哎呦好像插得进去呢 插不进去 插一点点 所以我会建议你们 一定要收藏一支 mini 的原因是 因为它就是跟你以前iPhone iPhone5差不多大小 然后荧幕又这么大 所以你看这就是时代的眼泪 就是 看以前都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说 这种小size的手机 你一定要收藏的 原因是你会回想到以前 就是以前完成这副德行 啊当然我那个壳都不见了 这个也找到了 这个也没用了 以前呢 这个就是 这个是Lightproof的 Lightproof做的比较素 它全部都是这样子 然后它的 这个按钮 它是上下扳开的 然后像这个 Sketalist 它的是左右旋转的 是一个品牌 它做的都是旋转的 所以这个品牌会比较年轻人 这个品牌 其实它越做越流行 它这个 它这个是 它会比较保守 它会醒 看起来会比较老派 所以这个可能 我觉得Lightproof 它后来也要去改变 不然它可能会被淘汰 因为它的醒 太过于保守 对啊 所以就是 自己玩渴的经验就是 因为我现在找就 甚至找到这个 不然如果你说 我现在找到以前 告诉你还有一大堆 乱七八糟的 就是不同外国品牌的 如果 都还在的话 我就会 跟你们分析的更详细 甚至有时候 你们问我什么 我基本上 应该都知道吧 因为真的自己 玩渴也玩了 有的小小丁说 你玩渴玩了五年 玩了几年 你那还小的磕啊 因为我在玩渴的时候 我都是买这种高规的 也许你的确是有 玩过一些渴 可是 你不可能那种高规的都玩 好吧 那这个是我的经验 那这一集就是 十代的眼泪之 所以就是建议说 我还是提倡说 为什么我一直在提倡说 小手机 小手机就是 诶 随便有这个 Catoist 这个大小 我们拿起来好吧 哇 LED灯没电了 等我一下 LED灯没电了呢 LED灯没电 我们打开电灯 等我一下 我们录太久了 等我一下 我们看一下 像我这个上面这个LED灯 是我说外接的 你看外接的已经拍那么多天了 终于没有电了 你如果用原厂的LED 你大概拍不了20分钟 就会按掉 所以你看以前的手机壳 这个是iPhone5 这是iPhone5系列的 就跟你现在的iPhone12 mini iPhone13 mini 一样大 对不对 只是它的萤幕 就刚好是这个塑胶这边 这么小而已 就这么小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会认为说 和乐不韦呢 以前这种小手机才是最舒服 最最好玩的 那这个是 这个是13 mini 好吧 那今天就是跟你讲说 时代的眼泪 我会建议说 收藏一只小手机以外 就是 带你们去看一下说 以前的发展 一些历年来就是这些 高档的手机壳 的一些发展 跟一些衰亡 那就是今天到这边 那如果也许 就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 就是在我们再来讨论 但是我还是跟各位说 有时候跟你们评论 一些这个手机壳 我会认为自己讲的 就是还蛮客观跟 蛮精辟的原因是 我历年来玩的壳太多了 这个只是我忽然找到而已 不然如果都还有产品 你只要拿一个产品来 我就可以讲 因为 基本上玩到这种地步 就是都知道 然后它材质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 都大概都知道 所以就是会跟你们分享 就是应该会讲的 会比较 会比较准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边 希望就是 对你们有帮助了解一下说 以前什么叫做高贵手机壳 尤其是这种 Element Case 所以我建议说 你们一定要去那一个 我说那个Shop & V那种 去支持这种好的 你才有机会拿到这种啊 不然你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有没有小老弟有看过 你这哪有可能买得掉 有的 我还有像有一个说 那个Lunatech的 都叫人家从美国买回来 为了要玩渴都叫人家从美国买 那个运费什么都超贵的 好吧那今天就开到这边了 那就是一个分享而已 也建议说可以收藏一只小手机啊 你看这手机一样大小 iPhone 5也那么大 OK好那今天就到这啰 好